徐世友,22岁,河北人,本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学专业 大家好,我叫徐世友,今年23岁,毕业于西北农林科学大学 今天我来求职的印象,求职的印象是品牌经理,谢谢大家 你好小徐,能问一下你的右手是怎么回事吗 我在十周岁的时候,然后意外截肢,意外出电 对,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那你的左手是非常全能的,写字啊,操作啊,什么都很可以 对,因为十岁之后我就离开家,就开始独自去上学 所以十二周岁的时候我就独自就能够生活自理,一切就没问题了 高考还考得不错,585分 对,我高考那年是超,一本分数线超了十多分 然后是省级三好学生,然后有加值分,然后去的是西北农林科学大学 之后呢,毕业之后就来到北京,和一个朋友一块创业做一款软件 从这个七月份做到这个十月末,然后我就离开做这个独立的企业咨询师 独立的企业咨询师,对,因为在过去,在大月期间我做过这个微博自媒体 在微信这块呢,我有几个,有十几万粉丝的公众号 很厉害啊 在合作,有的是合作的,有的是自己的 对,做的,所以我又能够有一些客户 那你已经有自己的项目,为什么还要来求职呢 我想呢,先去一家就高成长性的甲方公司 去随着这个公司可能壮大 在未来三五年,就是自己经历一家公司 从他成为这个品类的开付者,到他未来成为这个品类的领导者 我希望我去甲方公司 将来是不是还是为自己创业做准备啊 对 哦,那显然你是对品牌是比较有认识的 那你自己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也自己开了公司 你是怎么运用定位这个理论的 第一,我就以这个做这个软件为例来说明 这个品类呢,是怎么出现的新品类 来自于这个品类的分化 或者是品类的这个升级 我们认为呢,过去的这个培训中介或者经济 它未来会被这个软件去升级掉 或者去干掉它们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一旦是网络化之后,别人可以克隆 别人可以大规模的生产 对,这时候所以就是 假如用定位理论会告诉你 你要做第一步 需要找到一个差异性定位 你找到你的第二步 就是要找到足够多的新人状 去支撑你的定位 当然第三步,你需要把你的新人状 告诉大家 好,我不用说了 其实按照你的说法 你已经把你所学的理论 已经用在实践当中了 为什么又失败? 我认为是这个消费者习惯的问题 就是当时 那其实好的定位就应该预先要知道消费者的习惯 定位有个基本的假设你有足够多的资源 这个定位 定位应该是就是非你莫属 就是说你能做什么 别人取代不了你 这就是定位 你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八个字的定位 第一个自残不息 因为有个杂志写我 优秀的人靠自残 我说好 我就自残不息 跑马拉松也是自残的一种方式 第二 是变态到死 因为今天很多人觉得 这老头很变态 实际上我是都是常态 我在看过古希腊的那个雕塑 那些人都是有肌肉的 肥肉没有了 伏肌自然就出来了 台水没有了 石头自然就露出来了 大家都有伏肌 不可能没有伏肌 是因为你现在肥肉把它给盖住了 是的 那么我们还说的定位 定位就是说你能做什么东西 不管它多小 是做得非常有差异化 跟别人完全是不一样 徐史友 你的求知一向是品牌主管和市场主管 你要选择甲方企业是吗 对 就偏好于甲方企业 你先灭一盏灯 哪个企业你肯定不去 哪个企业是乙方企业 你挑一个了 我选择林炮者杂志 林炮者杂志 环节 为什么 这是个媒体 我对媒体不是很偏好 明白了 好 余下的世界老板 看看22岁的徐史友 请选择 好 我知道在传统电动自行车领域 销售量全国在三千多万 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等级 白领典型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非顾客 所以我认为这时候可能我们对消费者新制进行品牌洗脑 可能是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品类 我把这个品类定做为定义为这个白领上班的最快速的一个省时工具 我们不需要传备动力 可能我们为了适应白领这个工作时间 可能 你就是要剪气 去掉一些繁琐的功能 用它的最核心的部分 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 最核心的部分 你的差异化点在哪里 白领省时的一个工具 就是因为这个定义就是 这是一个概念 它具体从哪几个点表现 一二三 第一它适合平地 就是它是一个平地的一个概念 第一适合平地 二 二呢它是足够简约 就足够足够特别简单 它只 功能简约 对 它功能简约体现在哪呢 只是上班用 其他时间不提供用 三 就是充分的这种人性化 比如我电量 一定是以五天为标准 这个整倍数 电时代用 是吗 对 我讲来就会整体再说 整合营销方案呢 我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线上的做这个 千层百年省时速达普及工程 在这个下面有两项活动 第一个呢 是这个线上的活动 叫做我把它定义为 请别出轨 回我道路 这个是基于我线下的一个体验 你会发现 不论是微博还是这个百度 你搜索自动车 谈出来的全是交通事故 因为这个完全是由于这个 机动车辆占用 非机动车辆这个道路 所以这个这个 第一个整合营销方案 是线上的一个整合营销方案 这个室友 这个室友啊 我听了你这个以后啊 其实你不符合特劳特的定位的任何一条 第一 你没有自己的优势 第二 第二点 你不符合消费者的心智 比如说快捷酒店 那么快捷酒店 他就重新整理了他的这个价值链 他可能大堂没有了 他可能就把他枕头和床做的特别舒服 服务可能很普通 他就变成了他的差异化 但你这个里面 我就没有 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价值 为了实现审时这个这个价值 我们做件什么事 请别出轨这事 这个事是为了 请别出轨 你是要求别人不要出轨 但是你是没办法去制约别人的 这个下面有几项的活动 比如第一项 我们会联合当地城市这个交通部门 我们会像线下的 就做这种 其实这就是读特劳特的定位 很多人都在读 但是最后落地 你这个绝对是落不下去的 你听我说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是在做品牌 因为我是在做品牌咨询 你跑步了吗 我想问一下 我在大学时间会 我说你今天早上跑步了吗 没有 你研究了马拉松没有 你有没有打算 跑一次马拉松 来塑造你的个人品牌 因为为什么我看到你的形象 我突然想到我跟毛总 在一周以前波索马拉松的赛道上 我看到一个 也是这个左臂 左臂没有的一个人在奔跑 感动我们很多人 我觉得你是做品牌 是吧 你想非你莫属 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这样的运动 让你马上凸显 根据定位的理论啊 室友恰恰不能跑 那个马拉松 因为别人已经干了 你一定要擦一会儿 你去打篮球什么 今天场呢 在谈这个跑步 包括马拉松的话题 它可能确实不太适合于 从事马拉松或者跑步 或者是有对抗性的运动 但我真的是建议它 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些爱好 因为给我的感觉呢 它是太渴望成功了 它的所有的时间都用来 在想怎么去成功 怎么去找一个捷径来获得成功 所以我真的建议它 如果它能听到的话 我希望它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 小徐你倒不如说一两个 你实际操作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你的这个 十万人的微信公众账户 你是怎么让它 从小 从人数少到十万的 你做了什么 说一两个实例 别说理论了 其实在年轻的创业圈里面 大家都在流行一句话 你要相信一个成功的人 会把你带上更高的成功 一个从来没有成功的人 不可能给你带来成功 有嘛 他们都会这样去看 对 所以你说你实际上的有效的案例 你很像我在机场 介绍那种 机场介绍那种 讲成功学理智学 你讲两个实例 这个是我们就说 在新业国际 它是它传统咨询公司 它想做一个浮华器 我在那儿 我第一个事儿呢 我是和国外这个 创业学院取得联系 就是加入一个 国外一个浮华器联盟 第二件事儿呢 我就联系了一些导师 来做这个浮华器的这些 这个导师 这个浮华器 在这个月 它就会开展第一期 是有啊 我这作为一个 因为我也是做咨询的嘛 也做很多年了 那么我也是学经济学的 我大学 我是七七级高考 我是学经济学 因为你这经济学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那个 特别炫的 那个空的东西 我知道我学了什么 我学了经济学 什么都不能干 但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我说这个学问 是害死人的 你今天来找工作 你到了工作 它是一个岗位 今天再做这么多 大家一定嫉妒 你去那个公司里 不是给那个公司老板 出主意的 用不着你 高人遍地 有你吗 根本没有你 你只是把那个岗位 把它脚踏实地做好 把一个活拿起来 对 你能不能拿起来这个活 因为你现在跟我们 一直没有说 你曾经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活 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给万科 怎么做咨询吗 我告诉你 我2011年 想在万科推跑步 不是做你这个方案 根本没有用 那时候毛总看不上我 去了他办公室 这什么人啊 我今后不跟他来往 是不是有这一段 毛总你讲讲 是这样 真是这样 我呢就陪着他们公司的 一个普通员工 我说咱们 那一个很普通的员工 还不是高考 不是高考 这个事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 体育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渠道 认识一个人 交友方式 打开一扇窗 认识一个世界 所以有一个健康的体育爱好 对年轻人的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给人感觉是 他看过了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真正让他自己做呢 可能却做得不多 所以会有一点点让人觉得眼高 手低 就各说各有理 但凡是像我们这样的主持人 也不只是能够靠一张嘴而蒙天下 那些没有任何事干经历 却敢于上台演讲的人 无非在做两件事 一件事讨好观众 那叫惨媚 一件事讨好自己 那叫撕裂 最终 说的天花乱坠 却真正的丧失了自我 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敢于发表自己的思想 当然是一种勇气 但是一定要有事干的基础 你才言之有地 我们让老板们选择吧 刘登的八位老板考虑一下 请选择 低于你预期收入去不去 看哪个企业 他不会打你 这小伙子很有个性 好 祝贺徐世友 还有两家企业刘登 我们就直接来 谈钱不上感情 我们请毛大姓和陈浩 到显示屏那 准备写好给 徐世友的工资 揭晓之前说一下 给他的工作岗位 和工作地点 随着急揭晓 好 已经揭晓了 好 陈浩请揭晓 都开了五千 你多了个加号 岗位呢 我可能得让你从很 相对比较基础的 很提升的岗位做起 对 有活动策划 但是也包括了 可能要设计一些系统 可能这是跟客户 有关的一些系统 陈浩 其实像今天这样的面试 我是假设你还有能力 没有发现出来 在我们传统企业里 一般会再安排一次促试 增加面试官 但今天现场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给你的待遇 确实很低 在我们品牌部算低的 那万科肯定是 成熟的大型企业 太大了 对吧 你去那以后 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 那到我们这儿 我们成长空间很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徐师友给你15秒钟时间 选择优胜教育 或者是乱科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徐师友给你15秒钟时间 选择优胜教育 或者是乱科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我选择这个乱科 但是他可以安排 复试 要抽到弹试 要抽到弹试 他说他可以安排复试 那小伙儿太有意义 太有个强 去吧